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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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内心却是动了杀机 可碍于当时来复的名气太大 杀死来复与自己明军的人设不符 因此朱元璋只能按下信泽默默等待时机 终于 朱元璋下令召见来复 并赏赐了御膳房的食物给他 来复吃完后 自然要解释感恩皇帝 可正是这首诗却将他推上了死路 诗中有这样四句 金盘苏和来书语 欲展其枯出上方 仇敌滥成天上诗 自残无得送陶堂 是原本是四句夸奖朱元璋的诗 可朱元璋却认真抓住诗中的字眼 单独拿出一个书字 拆开成歹 朱 从而认定来复是在暗骂朱元璋是个歹人 欲加之罪和欢无词 就这样朱元璋不然大怒 要杀掉来复 而来复自然知道 这不过是朱元璋的借口罢了 他不慌不忙 寒腿坐在大殿上一动不动 从笔孔中流出两行笔血 就这样原济了 而复晕前的来复身体并无疾病 这样突然暴毙只有一种可能 那便是朱元璋命人 在来复的饭菜里下了毒 还有一种说法 认为来复牵扯进胡为庸的案子中 被朱元璋临时处死了 不管死法是哪一种 这个才华横溢的师僧 都因着自己的一手诗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